以下內容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聲匯網立場無關 我們身處在這個世界 並非你們肉眼所見這麼公平 似乎表面上有充足的選擇 但實際上背後已經精心插畫 充滿陰謀和計劃的這個世界 現在讓我們和你去揭露 陰謀背後 我和你去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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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圓 DIY 這是我去揭露 有人來揭露 我和你去揭露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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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說過一些刺案問題爆煲的 一個財記 我在外面正在尋找 希望Andy可以分享給大家聽眾聽 Golman Sachs 的財記 就是他一直借錢給你 刺案的時候 第二次做案件的時候 有一些傳言 其實有一個Whistleblower 這個叫Andrew McGuire 原來以前在Golman Sachs 做Trader 但是在倫敦的Golman Sachs 做Trader 待會再告訴你 要怎樣慘 就是說原來次案件 他一路一路吸納一些 一路去付錢 借錢給人 一路不斷借錢給人 搞到那些人全部有back loans 做完back loans之後 他把那些財務收回 然後再repackaging 他當作一個新的產品做法 你明白我的意思嗎 可不可以介紹 或者可不可以告訴聽眾 究竟這個財技是怎樣玩法的呢 他只不過是把一些 怎樣說 把一些壞的 裡面一定是有壞的債券 壞債 但他不可以把壞的債券直接推出去 沒錯 所以你會見到似乎 為何會這麼多人出事 因為第一 我覺得平革公司是有一個很重要的作用 因為平革公司包含了一些漂亮的債券 我簡單一點這樣說 例如平革公司高盛 摩根史丹利 摩根大通 垃圾債券加一些漂亮的債券 拌勒一起 再推銷 那些人就會覺得可以 當然你不知道前線那一天再怎樣去銷售 但我會覺得整件次案裡面 平革機構是牽了很大的作用 大家都會留意 你不可以今天開笑那一刻 一塌那一刻 之前那些3A評價 突然間一天之內變成垃圾平革 是啊 很害怕 3A可能變成沒有A 其實有些是C 那你怎樣解釋這件事 但是你的平革公司現在還健在 我也覺得很奇怪 這個我覺得十分之大 你也能解釋到整件事 就是懷疑那些人 大家在那裡 自己玩了 對 自己玩了 沒錯 我再說一下 剛才我不是說了一個叫Andrew McGuire 他原來是Golman Sack 前倫敦的投資者 這個人知道後面 他們怎樣玩一些髒的東西 那他辭了一職 辭了一職之後 原來他有一個聽證會 怎樣會有一個聽證會 話說他叫Bill Murphy的人 就出來說回他們一些 即是08年之後爆了煲 一些所謂的Criminal的東西 其實這個Bill Murphy 就是華爾街的Risselblower 就是他知道華爾街的東西 他就去了一個叫做 WASHINGTON COMEDY FUTURE TRAINING COMMISSION 就是做一個聽證會 就是爆些東西出來 當時很有趣 當時Bill Murphy 他做這個聽證會的時候 在現場直播中 當他說一些很critical 或者一些很重要的東西的話 他去了Commercial Break 或者Mule了 或者Sensor了 出不了街 已經是開始很奇怪了 他覺得 還有一件事 就是那個Andrew McGuire 他第二天 他去上的聽證會 但是很奇怪地 他是有車禍 那麼陰謀 即是那個人 是想著今天去上聽的 他昨天就已經是車禍死了 這個叫Andrew McGuire 這個人 他怕 甚至Bill Murphy 他爆完之後 他自己也怕 有記者訪問他 他就說 我的網站 因為他自己有個網站 被人hack了 他的車被人燒了 他老婆被人恐嚇 連他的子女都不敢上學 所以 到了這個時候 有些人就問他 你想想著再去爆 他已經不想再說了 但是 現在他說這件事出來之後 他都加了一句話 他說這個Lone 叫刺案 我們叫刺案 其實他行內 就叫Lie alone 即是謊言的按揭 什麼意思呢 剛才我就是在說一件事 就是我有個引子 就是 原來他們的財技玩法 就是刺案的時候 你要填一些form 他會教你怎樣填一些form 而這些資訊 這些information 其實未必是對的 他會教你 他是不看 不查 他就這樣批了你 即是他故意要你去做一個mortgage 即是第二個mortgage 做完之後 他是不看你 然後他借錢給你 等到你爆補 變成壞債 然後之後 他就立了 好像你剛才所說 立了這些壞債出來 即是債券也好 或者是一些所謂的 所謂的 呆壞帳也好 他就分裂一些好的東西 再resell Andy好像有些事情補充 而最重要是 為何我可以推銷到那些債券 是因為建基於當時的樓市 沒錯 那些人會覺得樓市指聲不跌 對 一直不斷上 按都按不到 銀行和銀行之間要競爭 沒錯 你又買 我又買 我又不買 那本數大家都要計 沒錯 勾著大家都要買 沒錯 但在某程度上 這件事 我之前都說過 一定有牽涉到AIG在裏面 這個絕對是很重要的 沒錯 因為其實 剛巧都這麼巧 這個Bill Murphy 拼圖了兩間公司 一間就是Golman Sachs 一間就是AIG 他說這兩間 其實是在華爾街 玩這個財技的龍頭來的 我想Andy應該都叫做 有一些資料 還有一件事 我想大家聽眾都知道 美國的國會不是共和黨 就是民主黨的 兩班人而已 是查黨 查黨有沒有影響力 我都不知道 沒有沒有影響力 對不起 沒有沒有 這些是小黨的事情 我們不提 為什麼我這樣說呢 我舉一點點例子 他已經說過了 大家都清楚了 剛才我們還沒開麥克風 Andy都說旋轉門 什麼叫旋轉門 其實這班elite 真的玩了 為什麼呢 就是Golman Sachs 我退休之後 我就是政府做 政府一班高官 退休之後 我又在Golman Sachs做 例如是什麼 Porsen Porsen 剛才有說過 Hen Porsen 之前的Golman Sachs的CEO 一個Robin Dolly Steel Friedman Korrigan 這些全部都是Golman Sachs 走了之後 進入了Federal Government 聯邦政府 做了 還有就是 譬如先你說 Henry Porsen 根本是小布殊的年代 是啊 沒錯 小布殊的年代 還有他背後 Henry Porsen 據聞他跟藥廠有一個很直接的關係 據聞他跟藥廠都是有一些所謂的紅股 有一些的 shares 所以呢 他們知道 就是 我想Andy 我聽過他一集也有說 他這群CEO 不理會這間銀行 或者這間投行 有什麼問題 為什麼銀行和投行都有說 他們上面那群 就盤滿撥滿 他不理會的 他只是分的 他只是做profit sharing 他只是賺到豬頭 好像我很記得 Andy 前幾個月 或者上一年 剛剛財金工房開始之後 也有說 雷曼這件事 Lieman Brothers 雖然執了 但是CEO那群 拿了很多錢走 這個根本就是 怎樣說 最塔頂那群人 最塔頂 雖然這樣說 塔頂那群人沒有影響 但下面那群人要撿包袱走 沒錯 下面那群人和買了債券那群 不是這麼多雷馬虎主 沒錯 不只是香港 我也知道香港有很多虎主 除了香港以外 其實很多世界各地的人 因為叫迷債 迷債是什麼意思 不是迷到你的債券 是迷你債券 迷運債券 所以很多時候 因為這些衍生工具 其實現在 在財金的世界上 越來越多 那麼多衍生工具 很多 所以 現在我們 本地的銀行就聰明了 當你要做投資 它要跟你錄音 錄完音之後 它要播給你聽 你是不是買這隻 你知道有什麼風險 價格可升可跌 這些東西 我不知道究竟的詞語 還是怎樣 即是銀行要保護 他們的興趣 本地銀行 現在我所知做法就是 如果你做投資的話 可以很遲 我忘記了 如果你要進來做投資 分開兩個部門 這個一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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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天之後你再回來 再簽署 沒錯 即是 所謂叫冷卻期 讓你想清楚 讓你想清楚 這個真的很難搞 對於銀行界 是啊 因為你始終都知道 人是會變的 譬如我今天入了你這間銀行 我想買 然後我不知道 第二天回來 或明天回來 我會想什麼 對不對 即是不要說銀行 買一件衣服也是 是啊 沒錯 買東西的意欲就是 那一刻 對不對 你買什麼東西都是一樣的 你買一件衣服 你買一輛車 你買一層樓 都是一樣 你是那一刻 你覺得 對我的 但可能回去跟老婆 跟老公商量 想一想 咦 看好一點才好 但消費本身就是 一個滿足你自己的意欲 的一種行為 會的 所以我覺得 為什麼我今集 不能不講 這一個華爾街的陰謀呢 因為真的可以很令到 我們的日常生活 很大影響 大家試想一下這件事 我們這麼辛苦 為什麼 都是為賺錢 對不對 為什麼我們會找了 這一班 為什麼我們要令到 這一班所謂的elite 去控制了我們 對不對 這個才技的遊戲 為什麼要玩到 要做到他們這班人 去控制這個世界呢 我很記得Andy說的 我們是有方法 對付這班牟利的 怎麼樣呢 就是全部人不投資 你記不記得 你上次跟我說過 我們吃飯的時候 對付這班人很簡單 我們不投資 不投機 那當然這個是不可能的事 絕對是 但其實造成今天的爛灘子 是當年 克林頓的班底 都有參與這件事 沒錯 因為當時 這個班底 廢除了1933年的一條法案 叫做格拉斯斯蒂格爾法案 這個法案就是禁止銀行銷售 衍生性金融商品投資 廢除了這個法案之後 發生了雷曼事件 沒錯 究竟雷曼事件對我們有什麼影響呢 甚至乎 剛才阿甘說 克林頓那段時間 已經在玩這件事了 為什麼會到布殊的時間 爆煲呢 第一節時間差不多了 不好意思 今天 這節真的有點短了 因為我們用了15分鐘 說回我們的感受 但不要緊 我們第二節第三節 更加多東西 告訴大家 OK 稍後回來見 充滿陰謀和計劃的這個世界 現在 讓我們和你去揭露 陰謀背後 又回來第二節 剛才說到雷曼的倒閉 甚至乎 高門的倒閉 高門的倒閉 和AIG 這兩大間 AIG不算是投降 Andy 絕對不算 絕對不算 但為什麼他們 這班人 即是 民主黨的這班人 時時都是 把 高門的倒閉 和AIG 一起去 並題 我覺得是因為 AIG後期 不是說現在 那些 雷曼那段時間 後期 因為他們要增加收入 所以他們 某程度上 願意沒有一些 高一些風險的產品 沒錯 甚至乎 早幾年 也是香港上市 對嗎 AIG 剛才上市是因為 雷曼後面 集資去救媽媽 沒錯 因為AIA被人催 對於那個時候 會倒閉 對 但基本上 不關AIG 不關AIA AIA本身是一間 老公司 關什麼事 不過那時候 AIG在美國 基本上不是只做保險 它還有很多生意 很多 AIG 即是spin-off出來 14度來的業務 不要以為AIG 以為只是保險 保險是他媽媽做的 他不是搞保險 他有很多投行的活動 都有參與 而最吊詭的就是 再說一下 當愛雷曼爆後 有一個清洗 就救AIG 之後他再有一個 新的主席走進去 那個人 都是做高成的 所以剛才 真的很吊詭 真的很吊詭 所以我剛才 為何叫旋轉門 就是 聽Andy這樣說 剛才我第一節 有說 因為政府和Golman Sachs 有很密切的關係 好像兩兄弟一樣 之餘的話 原來AIG 都是有一些人 在Golman Sachs 去了AIG 所以大家清楚了 這個遊戲的玩法 就是說 如果他想某一些基金 跌如升 其實我覺得 如果我說錯了 看Andy 你糾正我 其實是很有賴於 信貸評級 因為如果信貸評級 是不好的話 說真的 你做一個投資的市民 一個小市民來說 你看到 譬如Morgan Stanley也好 甚至乎 Women Sachs也好 他的評級是差的 你會不會買 你一定不會買 你不會傻的 至少是某一方面 譬如說 退休基金是不可以的 是的 因為他一定要買一些 3A的評級債券 才可以買 所以 為什麼美國的評級 這麼重要就是這樣 沒錯 非常清晰 Andy說得 我也說回一點點 剛才說雷曼 倒閉 說了一點點 好了 白藍黑 其實你也知道 他是一個橋樑來的 給我覺得 是美國政府和投行的 我覺得是一個橋樑來的 始終有些東西 你說有沒有Inside the News 我想大家稱讚什麼 Inside the News 即所謂的內幕消息 沒有就騙你的 但剛才 我開頭的時候 講 為什麼由華盛頓衍生 去到羅馬 原來 發覺 玩財技的話 還有一個神秘組織 這個神秘組織 就叫做 Legatus L-E-G-A-T-U-S 如果你們有時間的話 你也可以搜尋一下 叫做Legatus Legatus 是什麼呢 原來這一群人 就是Catholic 即是天主教徒 一群最有錢的天主教徒 記住是全世界 原來都是關於主業會事 九啊 上次我記得 現在我當然在講主業會 Opustel Opustel 這個主業會 其實跟蔡金 也是一個很大的關係 你有些耶穌會的東西 想跟大家分享 是不是阿九 其實之前我也有提過 關於Titanic Titanic大家都知道 那隻巨大的船出海之後 就沉了 全是撞冰山 原來其實那個年代 正正在討論 可否通過聯邦這個法案 儲備局這個法案 當時船上有些什麼人 原來正正有幾個參議員在 就在這個海難裡 就拜拜了 所以很多陰謀論學者都認為 其實根本Titanic為什麼會沉 就是因為有這個耶穌會 中間在搞鬼 嗯 所以剛才我不是說過一件事 就是究竟梵帝剛 和陰謀的財金 會不會有一個很大的關係 我可以告訴大家 是一定有關係的 為什麼呢 我想其實整班所謂的elite 即一班所謂的精英 除了是剛才我們說的 一些投行的人以外 原來呢 都是有關於 當然大家清楚 聽我們這麼多集的陰謀背後 都知道 一定是關於一些 猶太人 猶太人是最有錢的 除了猶太人以外 原來我們資料顯示 剛才我講的secret group 就是Lakitas 這個secret group 原來呢 最有錢的天主教徒 都是有份的 所以呢 很多人就在想著 其實那班人呢 剛才我不是說過 一個人叫做Bill Murphy 他用英文去說這件事 就是什麼呢 我敘述給你聽 他說 Goldman Sachs is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investment bank is a great vampire s wrapped it about the face of humanity 即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其實高盛 是一個很厲害的 一個投資銀行 還要是什麼 好像吸血鬼一樣 去吸走你的東西 這個都很出名的 即是他戴著一個人皮面具 原來他背後是一隻吸血鬼 去吸走你的血 所以你知道 其實有一班有良心的 如果在高盛做過的人 或者不要只是高盛 其實其他的投行做過的人 看到他們的才技 或者上面那班人怎麼玩的話 有些都看不過眼 可能他走出來 都會去爆一些所謂的內幕出來 聲討回他 聲討回他 Andy我記得上次和你吃下午的時候 這個其實很爆的 就是你說了一些 因為有一個女人 一個女士 和你吃過飯 在高盛做的 他怎樣跟你說 你可不可以引述給大家聽眾聽 他都說高盛在中國 已經有很多計劃 尤其是金融方面 和一些內房的地產 他們本來的計劃是去到2015年 2015年意思就是說會 推倒市場 沒錯 但是我又有另一個看法 你怎樣看呢 當然他這樣說 當然我會再說什麼 這些事情 我又覺得 如果你太多人知道 有沒有令到整件事 中途會更改 沒錯 等於我上一年說 奧運會有事情發生 我們不斷說不斷說 就真的會不發生 但都挺有趣的 提外一點 浪費一點這樣說 有些聽眾聽完我們一些節目之後 例如我們第四季 即今季的第一集講Bitcoin 真是無讀有偶 這件事真的不道理不順 我都覺得很愕然 就算我們之前說的 《馬利蓮夢路》 提到金賴迪 最近又出部金賴迪的戲 是呀 即是我覺得 你知道金錢台 什麼金錢台 即是亞洲電視台 是 遲些播套金賴迪的總統 不知什麼 是呀 真的很對 亂了兩萬播 其實不要說對 我有這樣看法 看看你們這麼多個 看看覺得是怎樣 我不可以說 我們的節目 很多很多人聽 但我們覺得 某一部分的聽眾 都有聽看我們的節目 甚至乎有些人 不好意思 有些人說 那些主流媒體 已經沒有什麼說了 就會聽回一些 一些另類的 例如網台 或者網台一些特別的節目 例如《音樂背後》 去說一些東西出來 因為為什麼我感覺 不要說比特幣升還是跌 升還是跌 大家不是加就減的 即是股票也好 外幣也好 什麼都好 但很無獨有偶 我們播了比特幣這集出來之後 其實我看到很多的主流媒體 都是大肆報導比特幣的 我覺得有些事情發生 我覺得有一個影響 你也不出奇 因為 你所說 多了一些人去 聽網台 去到吸收了另外的新聞 但另外一個方向就是 那些人說 比特幣 比特幣推得這麼高 某程度上 因為有中國 沒錯 中國熱炒 但據某些消息說炒洞 有些人 這些都是正常的 我知道 你最重要的 我覺得是因為美國那邊 禁許了這件事 沒錯 白林坑沒有禁牌 沒有禁牌 沒有禁牌 而且禁許了虛擬貨幣 這件事是有前景的 沒錯 這件事是對比特幣 如果人們想解僱這件事 是一個很大的信心 沒錯 全球最有影響力的央行行長 沒錯 他沒有說比特幣 就是虛擬貨幣可以 沒錯 就是這句話已經 令人瘋了 你不要理會之後怎樣 沒錯 除了比特幣之後 我兩位拍檔 剛才都說過一件事 不只是比特幣 很多我們的節目 說了之後 真的有些媒體 都會報導 某一些關於周邊的消息 當然哪一集 我不記得 但我有這樣的印象 福島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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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說這麼巧 我們播出街那天 是嗎 我覺得是的 真的 多謝 多謝我們的聽眾 有沒有主流媒體 也好 多謝你們捧場 也有的 一定有的 多謝你們捧場 也跟著我們的路徑走 稍後給我們 稍後給我們 應該要 但我絕對很肯定 他們一定不會 多謝都是 我們回到這裡 越差越遠 其實我覺得 有一本書 我都頗值得去介紹給大家 因為我都看過 這本書叫做 The best way to rob a bank is to own a bank 作者叫做 William Black 這本書是值得看的 如果喜歡玩財金 不要再玩 看財金那一班 其實值得看的 中文也是 最好的方法 如果你想去劫一個銀行 你最好擁有一個銀行 我想大家清楚背後的意思是什麼 對嗎 反過來講一些陰謀論的事情 但是 為什麼很多人都把 Golman Sachs 和Federal Government 現在我不是說 聯邦儲備 而是聯邦政府 為什麼時時 這麼多人 將Golman Sachs 待會再講AIG 為什麼這麼多人 用Golman Sachs 去賴聯邦政府 這個關係呢 我覺得某程度上 去到高盛那一班人 賺了這麼多錢 只要他又想 我有一些權力 我有一些威魔 我那錢已經有了 沒錯 最直接的 就是那個Lever 就是那一班政府 那一班人 當作很簡單的看法 我想聽開我們的節目 都知道 如果是陰謀要控制這個世界的 政治 政府 教育 食品 以及最重要 銀 財金 這幾樣東西 如果你是控制三分二以上的話 其實整個世界是來玩的 絕對 而且如果那個Lever 是金融那班 他已經有 絕對 當作我是高盛的 我都想入政壇 你覺得政治與金融世界 一定是有關 沒錯 剛才Andy 說過一件事 就是他都跟高盛的女高層 都吃過飯 那件事 其實我跟Andy 吃飯的時候 我都目定口呆 原來2015年 聯邦儲備局也好 或者一些大的投行也好 不要說大投行 就是高盛 高盛也好 真的有一個計劃 去將金融的體系 去推倒 如何推倒 所以某程度上 我會留意 他現在的三分傳會 是想金融改革 沒錯 我覺得他在那邊 意識到有些事情 將會發生 將會發生 所以我覺得他是想抗衡 沒錯 之後發展如何 就是要再看看 所以為什麼國內 我一直都這樣說 就是為什麼我們國內的人大高層 永遠都不將人民幣升值呢 其實也是有其中一個原因 當然香港也看到這樣的情況 有人提議 不如不要跟美國掛勾 比較荒謬一點 這個就真的是荒謬 全世界加外匯儲備的資產 還要說流通量 最重要是流通量 還是用美元 是的 你的流通量 我不是說去採人民幣 計流通量 人民幣和美元的話 我想都要有一段時間 絕對 雖然他近年 的確跟一些東盟國 金主四國 金主四國 交易是用人民幣 人民幣 但這個不是說 都是要一步步去做 不可以說全部一次過就去打通了 沒錯 甚至乎我看到的trend 就有說 亞洲地區你是可以接受也好 我想都要給歐洲 和美國更加不會接受你 歐洲地方的話 他會和大陸做生意 但是大家記住 他們都是用美元或者歐羅做單位 至少很多商品都用美元 所以美國的前財政部長 John Connery 說了一句說話 也挺精進的 他說美元是我們的貨幣 但是是你們世界的麻煩 基本上擺明要搞的 基本上是 還有全球外匯儲備七成是美元 是啊 你怎樣可以打倒它 是啊 就算我之前也有說過 Bitcoin 雖然有些人說 又說Bitcoin 沒關係 沒有所謂 挑戰美元 我覺得不是那麼容易 不會 因為始終是一個虛擬貨幣 和實質貨幣 流通量又不同 沒錯 現在美元全球流通量 我記得是1.3萬億 沒錯 但Bitcoin最近去到這麼厲害 都是10億左右 你不能去比 沒錯 甚至乎我們中國大陸 是美國的大債主 對不對 他們現在持續的債券 都是用美元 他不是用人民幣 對不對 國債中國是全世界第一 但是國債美元 中國佔外匯儲備 關於美國的國債 大概三十幾個巴仙 但是日本是九成 即是說 如果美國的國債出現問題 日本會倒閉 人們會覆蓋了 中國很糟糕 其實呢 日本會倒閉 立即只剩下10個巴仙 外匯儲備 很糟糕 所以日本很強烈 在亞洲區來說 是一個金融炸彈 你覺得對 如果是這樣說的話 日本就是 大家看到 政治方面 軍事方面 就做了他的乾弟弟 對不對 美國說些什麼 他不想 本就不想 但是沒辦法 沒錯 等於這件事 我借錢給Andy 我也不想你沒有錢還給我的 當然 所以這個現象 是有這樣的關係 是 一個千絲萬 對的 所以我帶出這件事 Andy也帶出這件事 就是 如果美國國債是爆煲的話 第一個所謂的租央國 原來不是大陸 原來是日本 原來是日本 還有聯儲局 大家都知道聯儲局是貨幣的發行者 但美國政府是國債 國債 每次你要印鈴錢 就是美國要抵債給聯儲局 沒錯 其實去年 我忘記去年 前年 有一段時間 聯儲局超越了中國 國債的持有量 曾經有一段時間 曾經有一段時間 但現在就超越了 沒錯 中國一直都是這樣 不過美國 用了很多的手段 去令到自己的美元 成為國際中心的貨幣 所以應該 不是那麼容易打倒它 因為這件事 是始於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 美國建立了一個條約 叫布雷頓森林協定 就是這個協定之後 美元就成為中心國際的貨幣 而且美元要與黃金掛勾 而成員國的貨幣 就要與美元掛勾 直至今時今日 就算當時 其實英國政府也提出了一個計劃 想對抗這個協定 英國提出了一個叫凱因斯計劃 就是想在二次大戰之後 因為經濟衰退 希望國際成立一個國際清算同盟計劃 其實這個計劃做的事 那個概念就是世界銀行這件事 做一種貨幣出來 行通世界 但是那個配額 怎樣去配這個貨幣 就是要用二次大戰之前三年的 每一個國家的進出口貿易平均總值去計算 其實就保障自己的英鎊價值 但是美國當然不讓它這樣做 美國又提出另一個法案 叫做懷特計劃去反抗這件事 所以到最後現在其實美元的地位都很高 它每一個舉動 即美元的一升一跌其實都會影響全球的經濟 非常之對 我想補充這件事 就是很多Facebook 之前我都說過 其實世界銀行前幾年 已經是駐備了一些這樣的幣 這個幣就是什麼 就是World Dollar New World Dollar 所以為什麼現在呢 就是有些人說 美國想One World Government 就是World Bank那邊 都是有一些所謂的動作 所以其實如果聽阿金這樣說的話 就是說基本上呢 這兩個銀行的體系呢 其實都是在角力中的 其實我看上去呢 像是Rultra和Rockerfella的 就是鬥爭 就是爭鬥 沒錯 但是又互衛互利 沒錯 所以這一班人呢 其實都是小圈子的玩具來的 也是小圈子的遊戲來的 我亦都篩一點點說 剛才阿金也有說過一些所謂的 貴金屬 貴金屬大家想起的一定是黃金 黃金呢 我想上兩集我都說過 如果民間來說 黃金儲備最高一定是印度 不用說了 絕對 除了印度以外的話 原來中東的地方 黃金呢 他們都收買不少 還有一件事 就是說原來 這些小道消息 不知道Andy你怎麼看 就是說 你知道歐洲的國家 黃金會放在美國的 但是呢 原來呢 我記得好像德國 有一段時間 想問美國拿回黃金呢 好像說給不完 沒有一個實質 譬如我 是10公斤黃金的 可能他只有5公斤 究竟有沒有一個問題來的 這個是保險的問題來的 可能每次我可以給多少錢給你 所以他基本上是正在返回的 但是又需要長一點的時間 OK 即是不是他實質沒有的 因為有些所謂的 rumor 有些小道消息 就是說 譬如當啊 我不知道 譬如德國 放了10噸金 到美國的 其實呢 美國已經是將他 已經勇敢一些 或者沒有那麼多 對 這個絕對不出奇 但是呢 沒有實質的一個 怎麼說 他給你一張紙 是給你一張紙 沒錯 但是只有這麼多 是的 你明顯檢查不到 沒錯 因為曾經是 不知道今年年頭 還是上年頭 是有人想去檢查 但是就不給 不給 沒錯 尤其是歐洲國家 歐洲國家想去檢查 沒錯 也都說回一點點 我們以前都說 Federal Reserve 一個聯邦儲備 聯邦儲備銀行 其實很多人都覺得是一個Superbank 為什麼有些人覺得聯邦儲備銀行 是一個Superbank Andy 我覺得跟沒有程度上 我不知道是不是跟金融家族有很大的關係 Rockefella 就一定不用說 所以 留意聯儲局的人 我覺得應該留意聯邦儲備銀行的人 出來說的話 因為聯儲局裡面 有些委員會 是的 我記得是12個 12、3個左右 有5個是由這班銀行的人 去代表 但是聯邦會有7個總統去欣點 但是問題是 這班人每次都要跟一個資訊委員會去聊天 而這班資訊委員會的人 全部都是銀行家 即是說表面上 你好像總統 政府有個 很民主地去選一班人 但其實最終你都要跟我們銀行家聊天 即是自己都玩了 沒錯 所以我覺得要留意聯邦儲備銀行的人說的話 是的 我就正正想帶出這件事 很多人想看一些政治方面 或者陰謀一些的話 就要看央行的舉動 尤其是美國央行 但是問題是究竟 Federal Reserve Bank 這班所謂的聯邦儲備銀行 是不是真的這麼呼風喚喻 我想大家在這十年八年 你可以看到其實美國金融的體系 其實是真的玩了 絕對是 有一點資料 譬如聯儲局的資本其實不是很多 只有550億元 大家要記住 他買入的債券是高達3.8萬億 沒錯 這個跟他的資本相比是69倍 然後聯儲局 即是他在玩槓桿 還比對沖基金更加槓 沒錯 我想說一樣的 就是比對沖基金更加槓桿 所以聯儲局 坦白說 美國政府有什麼事 他都不是很受的 不是很受的 上次我曾經有說過 美國人交稅 其實是交了給聯儲局 因為大家要留意 不是給美國政府 是給聯儲局 當然有些會去美國政府 但有很多都去了聯儲局 為什麽呢 因為要給他 沒錯 你幾高息 大哥 所以基本上 你們現在 某程度上 是幫聯儲局打工 沒錯 還有一件事 美國的稅率很低 所以為什麽去QE 為什麽要經常退不了 就是我覺得 某程度上 跟經濟有很大關係 說真的 說句不好聽些 QE 我那時我記得 我買樓的時候 已經是hibo 已經講到從業拆息了 講到現在 今時今日 都沒有退到 現在仍然是hibo 所以這件事也反映到 對經濟的 但最近又有少許消息 聯邦處理人 某一個官員 不是官員 不知是有個人 出來說 對經濟看好 這個會不會暗示了一些東西 這些都不知道 我很害怕 有些官員看好的話 我更加負面 這件事 不知道 你們剛才說金 我又想說一下 原來中國近幾年都開始儲金 但他就不放在美國 放在哪裏 放在自己找個地方放 總之他就是不想依靠美國幫他看金 因為你們剛才說 其實很多國家都放些金 在美國那裏 你知不知道中國的外匯儲備多少 阿金 Andy知道 我記得3.3萬億 差不多3.4萬億 但是美金 記住 因為現在美金是流通貨幣 但你們剛才說 那些歐洲人都放些金 在美國是真的 因為戰略分析家也有說這件事 因為歐洲人是擔心俄羅斯會入侵 沒錯 應該是蘇聯 應該是之前蘇聯想擔心入侵 當然現在就不會 感覺上 但沒辦法 金也放在那裏 放在那裏 沒辦法 沒辦法 基本上沒有解 基本上 所以 我想怎樣也好 始終一句說完 就是說 現在這群人 這樣陰謀 甚至乎 我們叫Rip off 什麼叫Rip off 即是被他們全部剝削 基本上 被這群聯邦儲備局的人 也好 聯邦儲備銀行 也好 甚至乎美國政府那群高官也好 都是這樣 被他們剝奪我們一些所謂的權利 即是等於一件事 就是 現在在我們香港今時今日 我們這麼辛苦去打一份工 如果你們是在買樓 基本上就是跟銀行打工 其實 那一向都是 這是不是的 沒辦法 沒辦法 第二節差不多了 第三節回來 我們再揭露一些 更加不為人知的 他們這群人 怎樣去Rip off我們 OK 稍後回來見 充滿陰謀和計劃的這個世界 現在 讓我們和你去揭露 陰謀背後 好 又回到第三節 第一節 第二節 阿九沒有什麼說話 原來 他的資料都很豐富 阿九可不可以和你聽眾分享一下你的資料 剛才阿金 上一節說到黃金儲備 說中國不是陰一點陰一點 儲緊一點 我看回 因為之前有一本 叫做貨幣戰爭的書 那個作者 James Richard 他都預言過 他說其實在11年的時候 即是本書出版的時候 美國就有八千噸的黃金做儲備 歐洲十七個國家 合起來才只有一萬噸 但是當時中國帳面只有一千噸 好像如果大家對賭的時候 大家的籌碼好像很不平均 但是聽完阿金這樣說 其實現在中國陰一點陰一點就存在 那他呢 Richard 他就預言 他說預計應該到2014年的4月左右 中國應該可以有五千噸的黃金儲備 五千噸 都很金喔 真的五千噸 即幾年間 這樣 五倍 多了 OK 我想應該這樣說 其實 中國大陸現在的黃金儲備 明顯地他自己覺得 他要儲多一些貴金屬 對 對 不對勁開始 不對勁開始 所以阿九剛才所說的 是成立的 因為他知道 可能他未必知道 有什麼災難性的事件發生 但永遠知道 如果亞洲人或中國人的話 都會有一個叫做practice 也有一個所謂的習慣 就是冰荒馬亂的時候 吵金 對 就是渣貴金屬 因為歷史上 黃金永遠都是最穩陣的補責工具 絕對是 譬如你現在的銀 或者其他的期貨 例如以前很喜歡的 例如棉花 糖 現在當然都有 但現在沒有這麼盛行 這些期貨 還有那些會變質 這樣 會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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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yway 這樣說 亦跟聽眾說 為何我們中國大陸的祖國 這幾年都很刻意地 去儲貴金屬 他也知道 他自己也是一個美國的大債主 等於我剛才所說的道理一樣 譬如我和阿九 我借錢給阿九 我也不想你破產 你破產 你破產 我沒有好處 其實這個情況就是 給我感覺 現在中國大陸和美國 是在雙刻 綜綁著我 是的 雙刻 我在某程度 又想你不好 但我在某程度 又不想你死 所以表面上有時候 很多事情 他們去到一些很重要的 我經常覺得 很重要的關係 他們會坐下來談 沒錯 沒錯 說到這裏 我想和阿金說一說 你有些資料 說一些各三邊會議 是不是阿金 這個會議很棒 你可不可以解釋給聽眾聽 什麼叫三邊會議 其實這是一個委員會 正正是Andy剛才說 有什麼大問題出來了 大家坐下來談談 這三個國家是什麼國家呢 就是集合了北美洲 歐洲和日本的領袖 通過這個定期會議 促進這三個地區的合作 其實背後那班搞手 都是一班大的銀行家 陰謀論都很大 因為這個委員會出了兩個非常重要的人物 一個就是基辛格 大家都知道 基辛格就不用說了 基辛格遲一點 可能Adam可能會找集說 會 我想說另外一個人物 大家比較少聽 這個人叫保羅玉爾克 他挺有名的 原來這個保羅 就是卡特總統時期的聯署主席 其實後期奧巴馬都很信任他 任命他做一個經濟顧問 保羅曾經在1978年說了一個很大膽的言論 其實這個世界的經濟某程度上是有控制地解體的 而這種有控制地解體是80年代一項最合理的目標 正正說到80年代出現過的危機其實都是有策劃性地出現的 沒錯 所以其實呢 我想剛才也有說過為什麼他們兩邊都是旋轉門一直在玩呢 現在今時今日的奧巴馬總統 其實呢 特朗普總統 即是Tim Gardner 都是跟Goldman Sachs有一個非常莫大的關係 原來呢 原來呢 他背後呢 都有一些的所謂的股份呢 是跟這個藥廠 大家想起如果藥廠的話 大家清楚這件事呢 就是說 當如果他們收到封 有些什麼的所謂的動作 當如果某一些的天災發生了的話 之前 那如果他放了某一些的所謂的債券也好 或者是放了某一些的股份也好 一些stock的話呢 一些股票也好 那其實呢 他們的損失呢 可以減到最低的 即是換句話呢 其實一班人 即是不要說天災先 就算是金融的一些震盪 是震盪的話呢 他們一定有第一手資料 絕對 所以為什麼所謂的Tim Gardner這個人呢 成為奧巴馬的 好像剛才阿金有這樣說 就說有一些始終某些政府 某些總統呢 旁邊有一些肯定是有一些所謂的 他們的心腹 幕僚 他們叫幕僚 主流媒體叫幕僚 Advisor 但是呢 這一個的Tim Gardner 真是很厲害 真是他可以 也是一個橋樑來的 就是他跟這個美國的政府 和這個聯儲局 再加上Goldman Sachs 其實這三個這樣的所謂的關係 三個關係 真是 一個真是千絲萬路都不得了的 其實這些英國美國的銀行家呢 那個策略呢 就是用這個高的利率呢 和一些原材料的價格 是 比較低價的原材料 去造成一個雙印刀呢 來厄殺發展中國家的成就 阻止他們繼續去進步那個空間 絕對是 所以我覺得這件事 就是 究竟現在 金融的一些外幣的價值 但是你看回這幾年 我不知道究竟他們有沒有 玩那些這樣的動作 我想問回Andy已經知道 譬如 歐羅 十年前的歐羅 那個等值 和剛才我想 Off mic的時候都有說 比如 澳元 紐元的等值 你先不要說日元 日元就是另一回事 等值呢 這十年八年呢 是升得很厲害的 真的升得 但是 去回譬如說 歐紗危機 雖然升得這麼厲害 但是 去到這麼一刻 它又有危機爆發 是 是 歐紗危機的時候 歐羅好像折到一元 一歐羅這對 剛才折到很低 是 過嶺 去到某個位置的時候 就會出現一些所謂的爆破 沒錯 因為其實我想 金融的市場也是一樣的 是 甚至乎現在香港的樓市 你去到一個所謂的高位 你始終都要回一點 雖然你可能不是回光 你不會回光 你不會回光 為什麼會回光 不同百分之一百 那一點 那真是美 那真是麻煩 電話機器應該出去買 這樣便宜 終於等到 真的趁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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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說回來 聯署局那件事 我覺得什麼呢 就是 金融海嘯之後 很狂跌 而且令到一些美國的人 極度不滿意聯儲局的表現 即是人民都不喜歡他的表現 基本上 79%的選民要求 查聯署局的帳目 對 到現在其實 是不是得了了知 其實 不是 到現在都有14%的人 都要求要查那個帳目 我以為每一件事 你也知道 陰謀論這樣說 永遠都覺得 好像是 每一件事要聽證會 或者要查些什麼的話 講講講講的時候很厲害 到後來 一路一路越來越淡忘的話 完全是沒有那件事 我想現在未必會是這樣 因為現在有反華爾街 那件事 當然 所以那件事會保持得久 但是反華爾街 你也知道 他們都行了帳幕 等等 就是被紐約警察 趕走 但是最吊鬼 就是反華爾街 那群人 是不是有個基金組織 但是那個基金組織 背後原來是索羅斯 沒錯 真是麻煩 有人講過反華爾街 我想兩個拍檔都記得了 反華爾街背後的策劃 其中一個都是Anomis 那群人去策劃 就是在網上去宣傳 一路去promote 不過其實你們這樣說 一路以來那些銀行家 都知道這個世界的金融體制是有問題的 不過他們就借助這些問題去賺錢 所以那些老布殊、小布殊、黑林頓 甚至經常說Change的奧巴馬 就是推出來去保護這個有問題的金融體制 沒錯 就像Andy 時 在我們的財金工房市 說這件事 就是說 其實有危有機 換句說話 在金融的體制裏面 你越最壞那個市場 這群投行的人 才是最賺錢的那個時間 對不對 是啊 運水摸魚 當然要這樣 他們為何特地要整個中央銀行出來 就是令到他們能夠很收放自如 控制那個銀行 再加上之前都說了 聯儲局用一些財技 也好 貨幣政策也好 令到一些危機 被蓋住了 其實你留意一下 他們玩的QE 每個月都要訂850億出來 有一半就去了買債 有一半其實是蓋了很多銀行 隱瞞了一些貸款 隱瞞了貸款 其實每個月去到850億美元 有一半買了割債 另外一半是買了一些按揭 類似按揭的借據 這是什麼呢 其實某程度上 就是一些協助銀行 隱瞞當時刺案的時候 他們欠落那些貸款 如果都是說去包銀行 包底 包了它這樣 OK 即是換一個安全網 是的 所以QE1的時候 當時QE1走出來的時候 是先救了銀行 OK 剛剛投行就不理 是不是 其實當時 這樣說 因為當時投行 應該這樣說 我現在不再形容投行 因為它的制度改變了 因為如果高盛 不好意思 換句話 聽你這樣說 其實美國投行和銀行 已經沒有分別了 應該是2008年 今天可笑之後 那個監管 全部都變成銀行 即是投資銀行 都變成普通銀行 因為它要受到美國的 監管 聯儲那些 你叫做貸稅 你受到某程度上 沒有監管 沒錯 所以高盛和大摩都好 某程度上 已經變成了一家銀行 當然 它裡面怎麼玩 另一回事 但我又想問一件事 你知道 他們這一群投行 所謂的信貸評級 被那群現在外面 其他的政府 當他們神似的拜 即是說一些 譬如某一些基金 或者好像剛才說 某一些 像剛才你說 推了一個分 他講壞 不要說什麼 3A變2A 2A變1A 你都死定了 對 所以他們的影響力 很大很大 曾經我聽過柳日說 很久 柳日是一個編輯 還是一個作家 他說美國有三大武器 應該是四樣 高科技 美語 操控黃金 因為他最厲害 沒錯 應該是這樣 第四就是 擁有評級機閣目的 沒錯 因為MUDI 是最有影響力的 對 他根本不需要 用軍事科技去打一個國家 只要下降你的評級 你就已經PK了 你看到之前的歐洲尼基 都是美國 其實很有補處 那個評級 先降自己的高科技 很厲害 之後就殺了你後面 歐洲那些評級 變成人物 就不能跟他搏 你美國都差那麼多 為什麼你要降我 不降你自己 他先降自己 你已經沒有聲出 很厲害 真的 熱錢 資金 充電 最終又回到美國 這些是否叫做 注意死地而後生 是嗎 先斬自己的手 但我保了錢 沒錯 沒錯 那你就斬兩隻手 我斬一隻 你斬兩隻 OK 阿九你有些有趣的事 跟大家分享 原來聯邦儲備銀行 都曾經被恐怖分子 想炸掉 不過 這次FBI厲害 就說收到封 知道 竟然派臥底 賣那個男子身 什麼男子 阿蓋達組織 我阿蓋達組織的恐怖分子 沒錯 就說想炸了聯邦儲備銀行 對 賣了身後 當然炸不成 就粉碎了陰謀鬼 即計劃恐怖襲擊 那跟我們今晚的 topic 有什麼關係 即是說 原來阿蓋達組織 都經常盯著聯邦儲備局 是嗎 OK 我想怎樣說也好 始終中東國家 不要說聯邦儲備局 他什麼地方 都看不過眼 都要做一些動作 阿金 你有沒有資料可以分享 關於我們剛才說的 阿九講起這件事 是真的 因為 只是911那件事 都搞到經濟下滑了一段時間 其實陰謀論界有流傳 原來在世貿倒下之後 在那個位置曾經發現了很多黃金 而美國政府秘密將黃金轉移了陣地 即是說 在世貿中心未有事之前 其實那個地底是真的埋了一些金 但這個就是陰謀論界的一個流傳 那是不是真的呢 大家聽眾自己去衡量 沒錯 即是等於Penagon 911 也有一個流傳 浪費一點這樣說 就是因為有人爆了出來 就是有些機密的文件 他不想外洩 策劃911的襲擊 就把飛機 說就說把飛機撞下去 其實是不是飛機 我想大家都心中有數 這個情況就是這樣 大家都要留意聯署局 大家都知道他擺在華盛龍 其實他是故意避嫌 最初的時候 因為他不想 不想擺在紐約 因為紐約在華爾街 他又想把那個 偏向銀行加利益的形象淡化 沒錯 但是很可惜 大家都知道什麼事 大家都知道什麼事 尤其是 今天更加出現偏幫的 太明顯了 沒錯 但是你要發覺 近年美國政府多次 是對一些銀行 或者是之前一些機構 做了一些很嚴謹的監管和指控 我覺得美國政府在某程度上 現在想對著鋼 沒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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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個基本上都是一個賭錢遊戲 當時都覺得 始終這班人擁有的權力 就是資訊多 上面那班人 都是 美國的政府 大公司的CEO 聯儲局大的銀行 一些大銀行的CEO 其實都是這班精英 就算之前我都說 高城的朋友都說 他們的高層都承認自己是制會的人 這件事真是很恐怖 因為上次和Andy吃飯 吃午餐 他都說 沒有啊 他們都是這樣說的 記住 高城的高層都承認 是公開承認 當然他不會跟你說 他是什麼等級 當然 都不會很高的 是 都很難說的 是 都很難說的 有時真的 你記住 你貼在美國總統那班 甚至乎是一班影子政府 現在都未知 有傳聞都這樣說 其實金字塔33上面 都還是一班Elite 而這班Elite 不是羅富齊 不是洛克菲特 是一班完全隱形的 一班超級的富豪 這一班人是真真正正去 去控制這個世界的運作 當然 我們都要去找一些資料 看看有沒有時間 或者有沒有機會的話 跟大家聽眾去分享 究竟 好像我剛才說 在共濟會的33degrees的樓上 會不會真的有一班叫做SuperElite 有一班超級精英在這裏 有證據顯示是有的 但我們資料不是那麼多 所以我就不太想去開一集去說 但當我們真的穩足資料的話 我也想去說一說那一集 那一集也挺爆的 33以上 當然當然不是說34、35 很難 不是說這件事 是說一些超級的精英 我想問Andy 你知道這些超級精英 會不會聽我們的節目嗎 真的很難說 要懂得先聽廣東話 也這樣說 當時那個朋友跟我說 因為他也有留意我們的台 是嗎 最重要是留意財金工房的節目 他也有聽 當然絕對有留意陰麻背後 不要互相吹捧 被聽眾罵了 但因為他的高層是BOSS 外國人 所以他也知道 所以他也聽不到中文 但我可以告訴你 香港也有高性 是 他會回報 整個節目都翻譯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 例如我籌工房有時 都會說多些高性的事情 所以他覺得 你的高性的事情比較正面 但我們現在說的是 比較是陰謀的角度 去看這件事 所以他們 所以他有時 聽完之後就會翻譯給他的 帳範 真的嗎 對 他又覺得 為何這個人經常說我們 好笑 真的嗎 OK 你將來見到那個人 就不要告訴他 我們台有一個叫陰謀 背後 他找一集 是說壞他們 好笑 好笑 再說回我們 部分3 好像還有一點點 就是AIG 對 當然是AIG 我想用多一點時間 說AIG的事情 大家給人的感覺 就是 當2008年的次案爆破了之後 很多人用了AIG和AIA 即是他的母公司 去一路相提並論 就是為何 風會吹出來 有人說 AIA會不會倒閉 那 不如 可不可以Andy 跟我們的聽眾分享一下 因為 AIG 剛才之前說過 做的事情 是不單止保險業務 他有很多事情 包括一些投行的 他有時候 他都會 當時還是叫投行 也會做那些事情 所以他的風險 相對來說是大的 但問題是AIA 就不是他不搞這些事情 他會搞保險 等等 所以基本上是沒有什麼關係 可不可惜 一個媽媽 一個兒子 竟然在亞洲 這麼有影響力 都要幫拖 整個事實在這麼簡單 沒錯 但AIG 為什麼當時會有什麼 因為AIG是購入CDS 可不可以跟聽眾說 有些聽眾不知道 有什麼是CDS 很簡單 假如Adam借了錢給我 OK 接著如果我 那AIG就會覺得 咦 我有個風險 沒有錢還 那怎麼辦 接著就找了阿金 阿金你和我承包 如果Andy還不到 就擔保人 沒錯 如果Andy沒有 阿金你又要幫我 你要揹票 但AIG每次都要 加保費 交給阿金 而這個保費 隨著風險而提升 所以有CDS指數 非常清晰 簡單來說就是這樣 是的 果然是財金專家 CDS就是這樣 OK 繼續我們 但AIG當時就是買得 應該這樣說 高盛就找到AIG 我們現在有這個癡案 OK 當然沒有 那時候不是這樣說 不如你承包 叫他包艇 因為他覺得OK 他不會覺得會爆 沒錯 幫他買 當然人家不會買一兩份 大樓 當然會買售補 不止高盛 可能其他人都會 一定會做 好 假如AIG爆發 高盛是否手當其衝 大樓 所以當時 你問你今天開始的時候 那個財長 我記得是財長 就走出來 他不可以跟別人說 我要救高盛 高盛是投行 對呀 除了銀行也不同 對呀 如果是City Bank 或者Trace Manhattan 如果是銀行的話 他可以很明顯地跟他說 我要救這個銀行 還有就是說 你救AIG不同 AIG感覺上是一間保險公司 我牽涉到很多人壽 大家都明白 所以去救 大家感覺上好像很良好 比較安心 但問題就是 因為如果AIG爆發的時候 高盛是首當其衝 就會輸錢 輸好不少錢 所以當時 去救AIG這個名目 其實本身是夠高盛 這樣就要救高盛 是的 但這不是什麼秘密 因為之後真的有一篇報道出來了 沒錯 當然人們會覺得很驚訝 但沒有錯 沒錯 因為始終不知道那些財金的精英 去玩財金伎倆的話 就像剛才Andy也說的 表面上就很像AIG 但是背後 你想想 如果美國政府和聯儲局都知道 如果高盛真的那段時間 2008年倒閉了的話 你想想 雷曼有一間高盛倒閉了的話 你想想 那個浪會有多大 還有 剛才Part2也好像有說 接著就派了一個高盛的日子 入了AIG 立刻就去討論整件事 沒錯 所以也都 為什麼是不是每次都關高盛事呢 我又覺得有時候 有時候很難說 一百半 有時候真的響力很大 因為當今日高盛的價位有所調整的時候 股神就可以入貨 巴菲迪入貨 對 他當時是有一個優惠價給他的 真的 多少節 沒有細節 我沒有細節 但當時是有一個抵抗給他 他可以在某一段時間 以當時的價格 對回股票 如果高盛股價升的時候 便會買便宜了 即使差價也會賺到豬頭 還要付息 因為他是股神 即是換句話 他會收兩邊錢 就算很簡單 我跌也好 我那邊可能的息已經抵消了 我那個跌 基本上可以贏 贏 贏 所以 可以這樣說 財金這件事 是不是黑箱作業呢 我想聰明的聽眾 我想大家都清楚 是不是真的黑箱作業的了 為什麼美國政府要拿這麼多 聯儲局 中央銀行 和他們的財長 為什麼 一路全世界都要看著 這班大帝去做事呢 就是他們的影響力 因為說真的 我想 我和拍檔都有說過 從1910年開始 這班的精英 Rockefella也好 Rooft Trail也好 都是這樣做的話 沒有辦法 我們真的要去 告訴你們 究竟這一班財技 當然我們都知道 聽開財金工房的 或者聽開陰謀背後的 就是很多 臥苦藏龍的 我們的聽眾 很多都很厲害的 真的 所以其實今集 我們想帶出一些 金融上的一些 陰謀論 一些東西 你剛才說起巴菲特 他那麼衰 他自己賺錢 但是他跟別人說 其實這些衍生工具 是大規模金融毀滅性武器 他這樣形容 這個很恐怖 這個 等於巴菲特 之前的那個汽車股 吹捧到 嘩 全部 不要說哪個汽車股 大家都知道 吹捧到 每個人都爭先去買 但到最後 我想 都知道 究竟有多少個人賺到 有多少人選手難腳 其實對巴菲特 沒有影響 他絕對一定沒有影響 絕對 但他會引到你們 那班人去買物 對 他有一個指標 給人感覺 他是一個指標 他這樣吹 不知道 我當然不敢說 他背後有沒有 跟那間汽車廠 有沒有利益 但是 他們有一段時間 是吹捧著 說 我也有買很多的 我想說 為什麼 好像有些電子車 美國沒有嗎 美國科技那麼好 你知道嗎 印度也很厲害 印度是出名 印度是厲害到不得了 印度 這又浪費一點 印度 印度早幾年 已經是出了一部車 不是叫電子車 全球最便宜的車 四萬港元 沒錯 你真是讀我的心 全球最便宜的車 四萬港元 就可以買到 你試問 各產車未必做到四萬港元 但他說 車的性能 當然我沒有見過車 沒有開過 但聽消息 傳媒說 性能也好 省油的情況也好 不差 所以 記得 這件事 就是 無論如何 各位的投資 各樣東西 好像在賣 都要做足足功課 都要大家做足足功課 去看看 究竟你們 需要不需要 真的要去 去做一些 實際的 一些 一些 research 或者一些 一些調查 那樣東西 OK 今集 真是 很開心 Andy 因為一年入面 其實 真的很多人 都跟我說過 或者在你的節目 的forum 都有問過 你之前跟Adam Cross Over 今天 真的很開心 邀請到Andy 過來 也是 Adam給面子 不要這樣說 金阿狗給面子 是 給位你坐 給位我坐 應該不是坐 我坐 哈哈哈哈哈哈 你開玩笑 開玩笑 OK Anyway 今天真是開心 大家都可以分享到 一些對這個 財金的陰謀論的看法 OK 時間差不多了 我希望今晚 就讓大家更加清楚 美國政府聯署局 背後那班 所謂的精英 那些陰謀 真的挺恐怖的 OK 看多些 知道多些 OK 今晚時間差不多了 我們下星期三 九點正 繼續陰謀背後 Thank you 拜拜 拜拜 再見 再見 充滿陰謀和計劃的這個世界 現在 讓我們和你去揭露 陰謀背後 不錯 的